十九 文匯報 違標案被告 全港小業主都比為2015年7月4日香港A05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道發早 沙田翠湖花園2.6億天價維修工程違標案 首名被廉署洛漢起訴的工程公司前東主優瑞田 涉串謀他人提供4500多萬元賄款 以為標方式取得翠湖花園、繁景花園 以及土瓜環一住宅大廈的顧問及翻新工程合約 翠湖花園法團主席攝收取2600萬賄款 新倉管理集團高層易攝收售1500萬 優備控五項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 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就無需答辯、轉介區院審理准5000元保釋 控方申請押後至本月24日在區域法院審理 被告准以現金5000元保釋 休昨日在庭外稱從97年開始 全香港謀皮業主都被人為標緩還尾 報稱維修工程判頭的休歲亭57歲 昨日戴上口罩到九龍城裁判法院應訊 有關翠湖花園維修工程的三項控罪 只有於2010年至2014年2月期間 與一名顧問公司董事 另一間顧問公司的一名股東及一名翻新工程分判 相串謀 以翠湖花園翻新工程總費用的17% 接近4400萬作為賄款 分別向業主立案發團主席李國亮提供2600萬元 即工程費的10% 向新昌管理集團高層凡測控提供1500萬 即工程費的6% 及向物業經理許均逼提供260萬即工程費的1% 以換取顧問及翻新工程合約 另外兩項控罪子被告攝於2005年至2007年12月間 與一名顧問公司董事、一名工程公司項目經理及他人串謀 向沙田賓景花園法團維修專責小組成員何志光提供60萬賄款 及攝於2006年至2007年1月間 串謀一名顧問公司項目經理 向桃瓜環華麗大廈的物業管理公司經理鄭錦江提供9.6萬元賄款 先後換取賓景花園及華麗大廈的顧問及翻新工程合約 由瑞田昨日離開法院租大批傳媒追訪時稱 從97年開始,全香港謀 業主都被人為標緩運 K. 小心你,未換,全香港都被人為標持 C. 自稱2007年去信廉署投訴為標 他又主動展示一封公開信 聲稱早於2007年以寫信給廉署 叫他救救香港謀 匹 業主 但他到現在都,語音未落 他就被親又帶走 約廿名全港業主反貪腐反為標大聯盟成員昨日到場旁聽 山亭後在法院外拉起華額,要求當局徹查 由透露大聯盟已累積收到200多個院懷疑被為標的求助 七十多歲的翠湖花園住戶馮太稱 得知優瑞田被起訴後中能遂好 他表示翠湖花園維修費灘分後高達每戶三十多萬 他一口氣交出十多萬後,每月仍需負萬多元 七秦戶主探棺材本被援援,馮太之後無錢拖欠一年多後 法團向他發信追收,更警告會聽是 馮太因擔心單位被拍賣,唯有向親又借錢交還 直言棺材本都被他援援,而以全數繳交為收費的業主 劉太則力斥工程質素策略,十分價錢,兩分了 擔心會臨尾收場,翠湖花園業主立案發團昨日貼出公告 稱對廉署行動並不知情,優瑞田五行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 最詳情涉判屋苑、大廈、日期控最詳情 金額及懷疑受益人沙田翠湖花園2010年至2014年2月 四串謀宗偉強、楊永新、黃志光提供2600萬宇業主立案發團主席 李國良、1500萬宇新窗管理集團高層梵卓洪、 260萬宇新窗物業經理許均壁沙田賓景花園2005年至2007年12月 四串謀宗偉強、歐柏江、其他人提供60萬宇法團維修專責小組成員 何志光土瓜環華麗大廈2006年至2007年1月 四串謀良文華提供9.6萬元宇德高物業管理公司經理鄭錦江